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叫陈庆和,今年51岁,是一个对生活充满自信乐观的人。这些年一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跑车。三年前,他从没想到,还那么年轻的自己竟然得了一场要命的病。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。 2016年6月中旬,我感觉到身体不舒服,肛门下坠,而且伴有轻微疼痛,服药也没效果,渐渐地就没法工作了。 7月7日,我和妻子去了呼伦贝尔市一家三甲基医院做了B超和磁。 医生告诉我家人一个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,是骨癌。周围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和毛细血管混沾在一起,根本无法分开。 没有必要做手术,那会给我再增加一份痛苦,还有可能造成高位结胎。 我当时就懵了,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。 9号,我就卧床不能自理了,半月前,我还风风光光地开车挣钱,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,草原那么广阔,这一切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。 看着妻子每天照顾我,日渐憔悴的脸和强颜欢笑,我的心都碎了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,我还不想死,可在病魔的利兆下,我变得那么脆弱渺小,它就像一把尖刀在我受伤的骨头缝里往外踢,这让我怎么承受啊? 我不甘心就这样下去,喝着从河北老家寄来的中药,即买来的泰勒凝脂痛药,我在期盼着奇迹。 7月底,妻子把我送回故乡河北,入住当地医院,他们和北京专家会证,结果和内蒙专家的意见一样,保守治疗。 租个房子住下来,终要继续喝,只痛药由一次半片到一次两片,可疼痛丝毫没有减轻,有时疼起来哭都不会了,骨头疼得撕心裂肺,求生不能,求死不得。 我感受到了妻子的良苦用心,她把我送回故乡来,再感受一下家乡的气息,看看惦记的清淌,喝口家乡的水,吃吃家乡的饭。 妻子对我说,如果还有奇迹,我跪天跪地,让我们一起祈求奇迹吧。 大姐是法轮功学员,经常来看我,她给我带来一本《转法轮》,法轮功主要著作,让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,真善人好。 由于受中共的无神论灌输和污蔑宣传,我根本就没认识到,这就是救我命的法宝啊。 心想,我都这样了,你还让我看书,你还有没有疼我的心啊? 又过了两天,她给我带来了一本《绝处逢生》,说看看对我有好处。 我漫不经心地随意打开了一页看,写得挺感动人的,是不是真的呢? 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,心里就不平静了。 故事催人泪下,让人不忍心放下这本书。 我为书里每一位绝处逢生的人感到庆幸,他们真有福,真幸运,我几乎是哭着读完每一个故事。 第二天,我拿起来转法轮这本书,哎,就当看故事吧。 没想到我一口气看了好几十页,身体根本就没有疼,久违的舒服让我睡了头一个香蕉。 妻子叫醒我后,我轻轻地拿起宝树,慢慢地接着看下去,然后再吃药就想吐,饭也不想吃,可是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,剧烈的疼痛没有了,还每天都排便。 持续了七天,肚子开始咕咕响,我喝了一小碗汤,一股暖流从未通透全身,腿可以配合着翻身了,腰按上去也不疼了,肿块也小了,躺在床上舒服极了。 慢慢地我又进入了梦乡,在梦中看见,法轮功师傅在半空中伸手,从我的腿部掀走一块小手帕一样的东西,然后我醒来,腿舒服极了,一点也不发沉了。 我兴奋地让妻子看着我的腿,左右来回晃动着让她看,我们共同祈求的奇迹出现了。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我身体恢复得很快,由当初翻个身都是梦想,到现在走二里路都不成问题,大法给了我神奇的力量,大法延续了我的生命,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,我要把这奇迹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